为了开拓台东凤梨世家的内销市场 台东县长饶庆林日前号召各县市首长农运会还有企业来订购 受到各界热情回响 同样身为花木兰联盟的花莲 在县长学生会号召之下 目前认购突破了8000台金 18号上午装箱运往花莲 台东县长饶庆林也在台东地区农会总干事李建通等人陪同 前往集货厂来视察出货情形 工作人员忙着将一箱箱的凤梨世家进行打包作业 并送到货车上准备出发运往花莲 因为过去都95%以上都是外销的 几乎国人都已经快要忘记凤梨世家 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那怎么样让国人在这段时间里面 刚好是也应年节的这样的一个节气 送礼的部分希望说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来分享 为了让国人吃到高品质的台东凤梨世家 县长饶庆林日前号召各县市首长农与会及企业订购 受到各界踊跃响应 其中同为花木兰联盟的花莲 在县长许臣卫的号召下 认购超过了8000台金 首批2000台金 18号上午装箱运往花莲 最近在从1月初开始台东县政府就针对原来是外销的凤梨世家呢 向国内的好朋友来推荐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的市长 县市长的好朋友们 每一个人都义不容辞 来把这样这么好的一个水果来购买 并馈赠乡亲 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 我们今天出货的这一箱是我的好姐妹 花莲徐县长一口气才买了7000斤 那么今天第一批呢 就要从台东出发 那希望呢 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到达花莲县 让我们的花莲香星品尝全台第一名品质的凤梨世家 那你还会不会接下来会继续到其他县市再去进攻一下 我前一阵子已经送了一批货到台中的卢市长 以及新北的侯市长那边 那目前呢在市面上其实很多人已经了解了 如果需要的话我会跟其他的 其实还有很多的县市长都打电话给我 那我已经把他们引荐给我们各个地区农会 让他们直接跟各个不同的地区农会可以自行做恰购 姚庆林也特别感谢各界的踊跃认购 欢迎全国的民众将凤梨世家带回家 当作年节的伴手礼 也象征将好事带回家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